將會場中央的火燃起 也就表示整個祖靈祭典的開始 並且在祭典及後續活動中 都不可以讓火熄滅 象徵著早期族人生活中 依賴火的重要性 並表達文化傳承不可停息 祖靈祭主要是感謝祖靈 今年為部落帶來豐收 也邀請祖靈共換要迎接新的一年 同時也邀請其他部落前來共襄盛舉 現場婦女也吟唱了 從未斷層的傳統鼓調 在眾多外賓及遊客的參與之際 熱水村民也將過去日本軍隊 抗戰的事件轉化成戲劇展演 搭配族語旁白 讓民眾也可以從歌舞中 瞭解熱水村的歷史故事 已經舉辦第四屆的祖靈祭 也添加了許多創新元素 讓年輕族人有表現才藝的舞台 同時藉由祭典將部落優秀青年表揚 遠從台南迴鄉的市議員 曾秀娟也返家參與祭典 與家人共歡 前來參與的遊客也玩得不亦樂乎 當然是很興奮 我一年才回來兩次 一次是過年 然後另外一次就是祖靈祭 對 所以我想說 雖然說在台南工作很忙碌 但是也希望藉由說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祭儀活動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一家人的心 還有跟祖人的心 跟部落的鄉親朋友的心 我們一定是在一起的 人間先進 然後這裡的人又熱情 對 喜歡嗎 喜歡 樂水圈也申請一個月的狩獵許可 中午的美食想一宴食材 就是當地泰雅族人上山打獵的成果 而與過往不同的 今年部落邀請遊客進行生態深度導覽人文解說 期望藉由祖靈祭 也可以推動在地的生態觀光產業 記者阿布斯巴扎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